拉斯維加斯 麥當勞前員工向顧客喝尿鐘吐痰 顧客喝了之後新冠情陽性 警方稱他們獲得一段令人反胃的視頻監控 显示在拉斯維加斯的麥當勞一名員工 向顧客的冰咖啡里吐口痰 根據警方和法庭記錄顯示 麥當勞的一名前員工 50歲的Falicia O'Neill 星期一被關押入了克拉園的拘留中心 罪名是在食物、水或藥物裡面投毒或針架 針對O'Neill的逮捕令顯示 在2020年12月有一名女子報案稱 她在拉斯維加斯一家麥當勞免下車取餐時 懷疑一名員工在她的冰咖啡里吐口水 因為當她喝到最後時發現吸管上有黏液 大約3天後 這名顧客感覺身體不適 並檢驗出新冠肺炎呈陽性 隨後她的幾個小孩都在病毒測試中呈陽性 這名女子後來向麥當勞的保險公司 American Family Insurance索上 保險公司介入調查後發現 有監控拍到這名員工 向顧客的飲料裡面吐痰 並將視頻交給警方 據警方稱視頻顯示 當時O'Neill一邊走一邊將口罩扯下來 並向塑料杯裡面吐痰 然後她就走到製冰機前往杯裡裝冰和咖啡 拉斯維加斯的法庭記錄顯示 針對O'Neill的逮捕令 已經在2021年7月發出 而O'Neill在今週一被捕 並繳交了5000元保釋金後獲釋 她將會在7月18日開庭受審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